这次我们冬至法会 题目跟往常不一样 很多人又在那想 冬至法会而已 冬至法会而已 这就是没有决心的人 实际上随着时间空间的不同 你今年的冬至法会 跟去年的时候 完全不是同一种法会了 为什么不同 所以我们今年为什么要做一个 冬至祭祖大典 全球祭祖大典 中国古代有祭祀 有祭殿 这两种不同 祭祀是侍奉自己的先人 你父母的长辈 长辈的长辈 一直到九族 这个叫祭祀 列祖列宗 这是一个祭祀 你们过去 包括我们今年的清明中原 你们都参与了这样的祭祀 那么我们今年的冬至的题目叫 祭祭祖大典 祭祖大典 典是殿 叫祭典 祭殿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我们的亲人刚刚过世 在四十九天 我们的祭祀叫祭殿 这个花圈上都写的一个殿子 就是刚刚去世不久的人 我们给他做功德 希望他能够去转世轮回 希望他能够出三恶道 不要去轮回到三恶道 这叫祭殿 祭殿 所以这个大典的殿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隆重的一个全球连线的祭祖大典 做一个殿 你们的悲心没有出来 为什么 我们今天看数字 全球冠病死亡人数是一百五十九万 大概快一百六十万了 这里面有没有你们的亲人呢 有人说 没有 我家没死人 这是瘟疫没死人 你错了 我们过去世的父母 今生都活在地球上 要么是做了这个人道众生 要么做了畜生道众生 要么做了地狱道众生 要么做了天道众生 都以我们所生存的一百四十亿年宇宙为一个空间 在这里面生死轮回 叫六道轮回 所以你真正修真派的人 你要自己真的成真 你要度 如母众生 什么叫如母众生 这个当然在藏人佛教 他也告诉说 也可以做如子想 有些人对母亲没感情 但是对那个孩子那个心头肉啊 这疼得不得了 你就当成你的孩子死了 这叫如子众生 这死了 你们想想这个数字 一百六十万人 谁去给他们做了祭奠 有没有人给他们做祭奠呢 西方 大部分是西方人 他们不信这个 他们不做四十九天祭奠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冬至法会 跟过去的主题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叫全球祭祖大殿 大殿 我们有要为这些死者亡灵 莫哀 要给他们放烟口 那么救度他们 出三恶道 救度他们从恶鬼道去转世轮回 这是我们要突破时空的概念 不是说新加坡没有死这么多人 我的亲人没有死这么多人 我就不去管他 不是 作为一个修真人 你从情人消夜这个角度 你的大悲心没有生起 你的出离心没有生起 你的菩提心没有生起 不是一个真正的修真人 不但我们体外的众生 你要对他们大殿 体内的众生 你身体内的众生 这也是每天有生死轮回 不是光是身外的有 所以说我们内外一体的 做一次大殿 这个祭祖 借着祭祖的机会 做一次大殿 然后 这个祭祀和祭典 两项内容 还有超度超娃 这个救度 这个所有的孤魂野鬼 这些人跟你今生没有关系 跟你过去世 是有很大的关系 这包括我们所处的六道众生 都要殿 都要祭典 六道众生 我们人类杀了 一天杀多少只鸡 杀多少头牛 杀多少头羊 多少众生在你的车轮底下死亡 这是无量无边 所以大家发心要广大 有些人为什么说 师父我这个做了很多次法会 还是没有病好 还是没有顺利 你的心量太小 每次都是为我自己 为我的家人 为我的兄弟姐妹 为我想得到的人 你没有发大悲心 没有发菩提心 没有真正的从我们修真角度 要度如母 有情是无量无边的 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才是一个真正的修真人